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下午好 今天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贵州省公安厅贵州省前南部一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在贵阳举行628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新闻发布会 参加今天发布会的有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 省公安厅行政总队副总队长周全副前南周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罗毅 公安厅副县长肖松 公安厅公安局副局长周国祥 都云市公安局法医王戴兴 628事件发生后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 广大群众十分关注事件的真相差处和贵州省社会秩序恢复的情况 在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在公安部的指导下 前南周和欧安厅各级党委政府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目前628事件的真相已基本查明 欧安厅社会秩序基本恢复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主要是请公安部门对引起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的原因做介绍 同时就社会和媒体观众的问题 关注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现在请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 王兴正同志 发布628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新闻 有请王兴正 关于欧安628突发事件的有关情况的通报 6月28日 我省前南部一组苗族自治州 欧安厅发生了一起 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 造成百余民民警受伤 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被焚烧打砸 公共财产损失严重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统一领导下 目前事件已经平息 真相已基本查明 由于需要深入调查一段时间 现在目前呢 只是把我们调查了一些初步的情况 向媒体公布 一 关于李树芬溺水事件的事 08年6月22日凌晨 临时27分 欧安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 称在县西门河大雁桥处 有人跳河 雍阳镇派出所 接到11警 领指挥中心的指令以后 讯许派值班民警赶服现场 并通知119人员赶服现场 民警到了现场以后 立即开展了救援工作 因天黑 实施救援的条件有限 经连署紧张的工作 于临时临时三十许 将溺水女孩打捞上岸 急救人员证实已经死亡 经向在场的刘某 王某 陈某 询问得知 溺水女孩叫李树芬 系欧安县 三中初二六班的学生 6月22日 七时四时分许 雍阳镇责任区警警队 派员进行了现场勘查 验尸和调查工作 现已查明 2008年6月21日 二十许 李树芬 与女友 王某 一起邀约 陈某 出去 与 与其的男朋友 陈某 刘某 一起吃饭 在与刘某 闲谈的过程中 李树芬 突然说 跳河死了算了 如果死不成 就好好活下去 刘某见状 急忙拉住李树芬 制止起跳河的行为 约十分钟以后 陈某 提出要先离开 当陈某走后 刘某 见陈树芬 心情平静下来 便开始在桥上 做俯卧撑 当刘某 坐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 听到 李树芬 大声说 我走了 便跳下河中 刘某见状 立即跳下河去 救李树芬 王某 急忙打电话 给陈某 并大声呼救 陈某 立即返回河边 并跳下河中 帮忙施救 陈 见刘 身体不知 便将刘某 拉回岸上 王某 后来呢 这个 金戈 打捞起来以后呢 金戈 法医 鉴定呢 这个 已经证明 这个 李树芬 已经死亡 这是一个情况 呃 关于呢 628事件的起因和经过 6月26日 金线 做工作 使者家属 同意线工作主的习条意见 并且答应在6月28日上午 签订协议 了及此事 但6月28日16时呢 使者亲属 共邀约 三百亿人 打着横斧 在 公安县 开始游行 由于当时的政治周六 街上的人比较多 部分群众 尾随队伍 前行 人 越来越多 十六时三十分 游行队伍 游到了县公安局 办公楼前 聚聚 因为县公安局的办公楼 离县五办公楼 是一百米左右 公安民警呢 就立即拉起了警戒线 并开始了劝说工作 但站在前面的人员 情绪激动 在少数人的煽动下 一些不法分子 用矿泉水 泥块 砖头 袭击民警 并冲破民警 在公安局一楼 大厅组成的人墙 打砸 办公设备 并围攻前来 处置的公安民警 和消防人员 抢夺 消防的龙头 剪断 消防的水袋 消防人员 逼迫撤离 二十时许 不法分子 对公安县委 县政府大楼 进行了 打 打 抢 骚 一度冲击 临近的县 看守所 整个过程 辞出了近七个小时 对公安县委员的 对公安县委员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